各位 這裡有人做了一個動畫 顯示出以色列計劃的另外一個途徑 亞洲和歐洲之間 當然 他的計劃要益到自己 所以條航線會經過以色列 但河線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轉來轉去貨物 我們看看這個條航線是怎樣 準備怎樣走 進去後立即上岸 由波斯灣上岸後 經過了不同的國家 用了大卡車 這個比較好 這裡一直駕駛大約四千多里 就進入以色列 以色列之後又轉回船 去到另一個地方上岸後 繼續用汽車運送 全程大約是接近一萬 來到這裡大約七千多公里 這個路程 轉去車上 船的運費給任何交通工具都便宜 用大火車是相對最貴的方法 所以過了波斯灣的口 那裡就進去 然後在淘拜上岸 然後沿著那個地方 就是用卡車運載 卡車運載有幾個大問題 第一 那個量問題 卡車最多給你拖兩卡三卡 已經很多 除非你用到澳洲那裡 我們所謂的road train 路上的鐵路 當然不是鐵路 是一個卡車一卡拖 一個車頭拖四五卡 但是一般來說 你最多一個卡車拖一卡 長途不適要兩個司機 要趕時間 要不然你只可以每天走八個小時 這非常不合實際 所以通常會有兩個司機 兩個司機拖一箱一個櫃 一架船來可能是一萬個櫃 或者兩萬個櫃 之類 一些船現在很大 可以有幾十萬個櫃 只有一架船 你一落下來 哇 只是車隊都沒辦法 所以這個所謂的航線 我覺得並不是辦法 就算現在我們講過 歐亞鐵路那條鐵路的航線 一個車頭拖一百個箱 相對於船運來說 是太過小量的 因此我看不到以色列這個提議 有什麼經濟的實際效用